这两天放鸽子要紧张一点了 因为刚拿进鸽舍有鸡鱼小鸽子 本不想拿到鸽舍里面的 因为早一段时间丢了鸡鱼 我想补够40鱼 朋友们早上好 我把两个红一点 这两个 还有一个白条的 白条的是这一只 这个应该也是刚拿到鸽舍里的 因为鸽子长得都一样 放鸽子的时候 他们几个还不知道在这窗户跟前往外走 别的鸽子一吹口哨直接往外钻 这个应该也是刚拿过来的 看鼻流 因为他年龄小 要谨慎一点 不然这些都是鱼条长齐的 不是刚下窝的鸽子 都是一个多月 甚至一个半月的样子 这要是出去 直接沾走 不知道好不好开架 因为控时的原因 都在这里等了 控时好 控时鸽子听话 要不要出去 有 这个是刚拿进鸽舍的 这个如果要是把这个门打开了 他自己会出去 怎么可以往外钻呢 你是咋想的 你别说我跟你说 他真能钻出去 他要是钻到这一根 他会抵到这里来 这一根是软的 到时候把这个门换掉了 不用了 不用这一种 打算把这个鸽舍外面 稍微的改动一下 养的也舒服一点 鸽子回来没地方落 外面今天又很热 在这几天的高温之后 估计说要凉爽一点了 哇塞 偷偷的注视我 眼睛很亮 风景好美 朋友们看到没有 这个鱼点鸽子 这个眼睛很爆 来不来来不来 吃食辣 到点了 忘了拿口哨 来咯 还有往外飞的 稍微一点 他们几个还不值得下来吃食 不来拉倒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来了啊 不来就吃不着 来都是拼命往里钻的 好了 还有一个这个干嘛 这家的吗